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绿颜色小舌 大家先来看一看 这是我们所需的材料 最主要需要绿色 白色 少量的红色 黄色 还有黑色 当然了啊 像是赖拉老师所说的 你可以改变任何颜色 变成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我们的这个制作方法 理解了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多限制 如果你有这个小工具 请你准备小工具 还有一把剪刀 小一点的就好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手工需要的所有材料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 那就开始跟我学习制作它吧 第一步 让我来给你们画出来 我们第一步需要制作的是什么 第一步啊 我们要先把这个绿颜色的脑袋给它制作出来 哎 哎 大家已经知道了 哎 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椭圆形 就是一个椭圆形 是不是已经非常熟悉 我们的椭圆形是如何去制作了的呢 对了 有的小朋友已经开始说了 椭圆形就是圆形 我们给它这个稍微的在侧面揉一揉 它就会变成一个椭圆形了 那第一步呢 我们还是得先揉一个大圆球 这个大圆球揉好了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表面揉得很光滑 它才会好看 记住啊 做粘土 最重要的就是表面要光滑 这样做出来的粘土才会干净整洁漂亮 好 圆球轻轻的在侧面轻轻的揉一揉 然后呢 让它变得稍微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拉长 然后再轻轻的拍它 给它弄扁 好 觉得它稍微有一点太圆了 那我挤一挤两边 现在它辨别了 然后你看啊 我们这个粘土一定有一面是更加光滑的 大家可以找一找哪一面更光滑 我们就用哪面当它的正面 然后往上加东西 好 这个绿颜色脸的底面就做好了 那接下来怎么样呢 我们要制作这个白颜色的地方 白颜色的嘴巴 这个白颜色的嘴巴呀 就是另外一个椭圆形的片片 贴在了这个绿颜色片片的上面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白颜色的黏土 可以小一点 这回黏土呀 要用少 绿颜色一半的量 甚至更少就行了 那我们把它怎么样呢 大家看 给这个圆球制作成一个长方形的扁片 啊 sorry 不是长方形啊 是椭圆形 长一点的椭圆形 要能盖住它的脸才行 大家看 这一回啊 我把这个圆球啊 揉成了一个 嗯 椭圆形这个形状就比较明显了 对吧 然后我再把它给拍扁 找它最平的那一面啊 看 现在这个是白颜色的一个 椭圆形 就可以把这个椭圆形啊 放到脸的下半部分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手指在它的周围帮它挤压 然后让它更圆润更好的能贴上去 哎 从 反正是从我们的正面看啊 怎么看 怎么好看 呃 怎么怎么 嗯 光滑就行了 贴上去都是可以的 这个不用太讲究 好 从正面看上去 是有一个白颜色的椭圆形嘴巴就行了 是不是很简单 哎 这个头都已经完成一半了 那再然后呢 两个黑颜色的椭圆形是它的大眼睛 这是我们唯一需要黑颜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两个眼睛 还是先从圆形做起 两个圆球 然后呢 哎 把它们两个变成椭圆形 大家看到我这个椭圆形是怎么做变成的了吗 是用圆形变的 一个眼睛在左边 一个眼睛在右边 两个眼睛 放在这个白颜色的上面就行了 这个眼睛 这个是它的眼珠 那眼珠里边还有两个小白点 那个是什么呢 是眼睛里面的高光 像闪闪发亮炯炯有神的眼睛 你看 现在没有这个白点 它就看下来 嗯 这个眼睛啊 不灵光 是不是啊 有点像瞎的 可是你看 当我们给它加上了一个小白点以后 是不是就有一点画龙点睛的意思了 一下子这个眼睛就有神了 是不是啊 这看 仿佛是能看到东西一样了 所以你们看 这两个小白点是多么的重要 好 看 此刻 这个脑袋呀 我们已经能看出来了 这是一个头 底下有一个这个白颜色 像嘴巴一样的区域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能加上这个嘴巴的细节呢 拿出你的小工具 在任意的地方啊 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 给它捅一个小洞洞啊 或者是捅一个小坑 捅一个小坑就行了 这个小坑是干嘛的呢 看我捅在了一个歪着一点的地儿 我们这个小坑是要往里面加一个舌头 看啊 这个舌头 请你用很少量的黏土 要做成什么样子呢 很少很少就行 做成一个短短的 这个小面条 短一点就行了 给它揉细 然后一头 你看啊 一头给它塞到这个小坑里 你们有没有看见呀 我把它轻轻的塞进了 刚才我挤出来的那个小坑里去 现在像是这个 这条小蛇呀 叼着一个 一根棍 一根红色的棍 是吧 不像舌头呢 那舌头我们要怎么办呢 你要拿这个剪刀 很清楚啊 我们从这个小红色棍的中间把它剪开 看 是不是分叉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呀 你们有没有观察过舌 舌的 这个舌头呀 是分叉的 像一个Y字 一个Y的形状 像吐着舌头 我们就让它变可爱 就这么简单 嗯 它的鼻孔呢 可以随便给它扎两个小洞 蛇是有鼻子的 还有鼻孔 对吧 很小你随便扎两个洞就行 不扎动也没关系 不影响 看 这个脸 蛇的脸 哎呀大部分就都已经制作完成了 那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一些黄颜色的斑点 是它的皮肤上面的鳞片 还需要一个黄颜色的帽子 你可以随便换颜色啊 我们先来夹它的斑点 这个小斑点 你就揉成各种各样的圆形小球 有大一点的 有小一点的 往上夹 可以夹在它脸的任何位置 大家看到了吗 可以夹在它脸的任何位置 或者还有一个方法 大家记不记得我说过 我们的这个黏土 等它完全变干了以后 它怎么样来着 对了 我相信肯定有小朋友在说了 我们可以 当它完全干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marker 用油性的marker 比如说sharpy那种marker 往上面涂颜色 你可以涂不同的花纹 不同颜色的鳞片 不同颜色的点点 都可以自己随意的去设计 好 现在呢 我还是按照我的这个样子 做 给它设计成一个黄颜色的斑点 当它的鳞片 当它skin上面的这个more color 那这个帽子要怎么做呢 帽子 看看啊 我们的帽子是一个半圆形 半圆形 底下加上一个长长的细面条 然后我们把这个面条啊 给它转一圈 围在这个半圆形上 就会变成这个帽子 有没有看懂啊 这个帽子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看啊 半圆形怎么做呢 哎呀 太简单了 是不是 我们揉一个圆球 然后 你用两只手 甚至手指头 把它轻轻往下按一按 变成了一个半圆形 或者是一个小馒头的形状 看看 像不像一个小馒头的形状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制作它啊 看看谁动脑筋 方法千万种 是不是 老师教的只是其中一个方法而已 那这个帽檐 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揉面条 这个面条 我个人觉得呢 是 难度比较高的 就是需要你手的精细能力 你能不能 把握好你的手的力度 你用几只手去延展 这个结构 这个是难点 我 现在这个大面条做好了 我给它围 包裹上 把中间那个半圆形围起来 大家看见了吗 围起来了 有没有 有没有一点点像一个小飞碟 UFO的那个飞碟 所以现在 我们把这个小帽子 贴到它的脑袋的左上方 你也可以贴任何位置啊 全部都可以自己去变化 自己去创作 还有的小朋友说了 啊 我想让我的小蛇更漂亮 那你可以给它加一个小蝴蝶结 你甚至可以在它的帽子上 再加一些装饰的颜色 可以加一些蓝颜色的小斑点啊 这个紫色的小斑点 或者是小条纹啊 都行 随意的去设计 好 我们小蛇的头部呢 就完成了 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放在旁边 可以让它稍微干一点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蛇身体的制作了 我们这个蛇的身体要怎么做啊 大家看看能不能想象出来这个是怎么做的啊 这个是什么形状 你要怎么去做这个形状呢 再然后干嘛 看看啊 如果我不说的话 你们能不能看明白 第一步 我们要先把它的形状给它捏出来 第二步 这发生了什么呢 没错 把它卷 旋转卷起来 拧成一个蛇身体的样子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我们给我们的蛇加一个肚皮 长方形的条条 当它的肚皮 最后 我们给它加上黄颜色的小斑点 它就会 变成一个完整的 蛇的 有细节的身体 看看啊 想要挑战自己的小朋友 可以赶在我前面 自己试一试 能不能根据老师的这个设计图 直接把它做出来 你可以把我的视频 给它暂停 然后呢 自己去尝试一下 其他小朋友啊 年龄特别小的小朋友 不知道怎么做的 请你来看我 你们有没有看老师 这个形状是怎么揉出来的呢 看见老师的手没有 我把我的手 按在一边很使劲 我的手是斜着的 斜着的 在一边很使劲 一边很放松 然后这样子去揉它 揉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啊 一边宽一边细 像一根细长的绿色胡萝卜 是吧 我知道它看起来很奇怪啊 但是 胡萝卜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形容 一边粗 一边细 然后可以让它稍微长一点 如果它很长呢 你就好做更多的这个旋转 怎么个旋转呢 大家看啊 好 我给它再揉长一点 我想让它旋转起来很明显 我觉得这样子够了 你的手可以这样子拿着 哎 这样子去旋转它 你看 这里像转了一个圈一样 转了一个圈 但同时呢 这个蛇的尾巴 可千万别忘了 看见了没 这个小尖尖可是蛇的尾巴 等你旋转好了 它以后呀 我们的身体旋转好了 用手从上面轻轻的轻轻的压一压 让它这里变的比稍微平一点 这里要让它变平一点 变一变 看 并不影响这个整体旋转的结构 看到了吗 旋转下去的 这个时候 我们要给它加上那个白颜色的大肚皮 这个肚皮怎么做 这个肚皮 看啊 我们的肚皮 请你按出一个扁片来 这个扁片可以用任何形状啊 任何形状都没关系 我们要一个扁片 然后用你的剪刀 看到了没 用你的剪刀 剪出一个长方形的片片来 剪出一个长方形的片片 大家看 我剪出了一个长方形的片片 这个长方形要多长呢 一定要能够从这个蛇的肚子 就是身体的最下面这里 往上贴 一直能够贴到它的顶上去 看 从 这肚子开始 正面一直往上贴 贴到顶上 这个就是它的肚子 然后没有完呢 目前还看不出来呢 我们要给它加上 看 用这个小刻刀 给它 摁出 条纹 这个才像是蛇肚皮的纹路 这不完成了才行呢 你看 我加上了这些小条纹 它是不是立刻就像是蛇的肚皮的质感了 没错 说明它有多么的重要 再然后啊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蛇的蛋脑袋放上去了 如果你的黏土很新 那你应该轻轻让它们touch在一起 它就会粘上去了 看到了没有 我放在这里会更清晰 看 这样子轻轻一贴一touch 你的这个小蛇的头跟身体就会粘在一起 最后一步 给你的蛇加上漂亮的花纹 记住 可以加不同颜色的小斑点 或者什么方法来着 对了 有的小朋友说了 或者等它变干了以后 可以涂颜色 用什么笔涂 用油性的marker 像sharpy sharpy就可以哦 一定要记住 我们得等这个clay完全变干了才行 完全变干了才行 加上 我们来加上这个斑点 它的后背上可以多加一些 肚子和尾巴呢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加 好吧 它是它的肚子和尾巴 当你加满意了以后 看一看 你的这个 蛇小蛇十二生肖中的粘土小蛇呢 就完成了 我看看 嗯 很多小朋友跟我已经上了 这么多次课了 你有没有学会 自己如何去丰富它呢 像老师刚才说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加上一个 漂亮的蝴蝶结 好不好 我们给它加一个试试 哦 你看啊 漂亮的蝴蝶结 左边一半 右边一半 然后在中间加上一个圆点 当它的领结 哎 我的小蛇 现在居然戴上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或者是领结 它在它脖子的位置 所以我们改它叫领结吧 是不是更漂亮了 你还有没有别的更多的想法呢 可以给你小蛇穿上漂亮的衣服 变化一个更漂亮的帽子 还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小翅膀 当它的Decoration 蛇是没有翅膀呢 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加上 哎 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作品嘛 怎么创作都是我们按照自己的喜欢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年徒小蛇 视频 你们有没有学会啊 非常简单对不对 好 那欢迎小朋友呢 下期再来收看我们的下一个年徒 大家再见咯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